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2022年 一亿建造师施政工有工程 我们的夯实系讲办 我是朱江老师傅老师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这个第一部分的 技术部分的第四个专业 也就是我们的城市挤水排水工程 这个专业呢 可以把它翻译为我们的水池专业 对于水池专业来说呢 我们的考点呢 这几年呢 从17年一直到20年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历年的考试中呢 都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 也就是说我们水池专业 如果假设考到的话 重点的考点基本上就是这几个 一个呢是现胶水池 所谓现胶水池呢 我们知道水池都是地下半地下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水池的话 基本上都是先挖一个机坑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放坡开挖 也可以带维护结构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么挖完了机坑以后呢 在里边做我们的火星土结构 这样涉及到了模板支架 钢筋火星土 这样的一些通路的技术呢 在我们的桥梁里边 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当然我们的机坑呢 在前面讲的轨道交轰里边 也得到详细的介绍 所以说呢 对于水池来说呢 实际上我们考到一个现胶水池 更多的知识是考什么呢 考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一些通路的技术 当然对于我们的水池来说 它自由的像我们的支水带 在这个地方介绍的相对的比较细致一些 还有呢就是 无年节的运营地基 我们在前面桥梁里边学到的都是什么呢 叫有年节的 那有年节的我们的这个先章法还是后章法 是吧 它都是我们的运营地基 四周呢包裹着什么 要么是混凝土 要么的是这个水泥浆 它会产生一个卧果粒 也就是说我们的运营地在传递的过程中呢 它是靠我们的卧果粒 来产生一个运营地的传递 当然对于我们的无年节呢 它因为外边包裹着一层外包层 将我们的混凝土和我们的这个运营地基 进行了一个分隔 所以说它叫无年节 当然相比较而言呢 无年节呢 它的这个受力状态呢 它的运营地完全靠某具来传递 那对于某具的要求 以及将来蜂毛混凝土的要求呢 也就要求比较高 比我们桥的要求要高 那么到了后边学到的时候呢 你会和前面的知识呢 进行一个比较 当然第二块呢 主要考什么呢 沉井 是不是 所谓的沉井呢 就是在地面上 我们把这个混凝土结构呢 大致的先做出来 当然这个呢 是上面没有顶 下面没有底 那将来呢 我们靠这个沉井的自重 通过前方挖土 减少它的这个支撑力 将我们的结构呢 沉到我们的地下去 这也是一种制作的工艺 当然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满水的实验 满水实验呢 是我们水池专业 独有的 也就是说 你比方说我们的沉井 它并不一定非得考水池 是吧 如果我们考一个工作井的话 也可以用沉井的方式呢 来做 那么满水实验呢 这就是我们水池专业呢 独有的一个功能性实验 当然这几年呢 我们说 从17年到20年呢 对于水池专业的内容呢 考的呢 非常的频繁 也就是该考的点几乎都考了一遍 那么终于在21年呢 没有涉及到水池 是吧 那到了2022年 会不会再涉及呢 这个也不好说 是吧 一旦考到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要掌握 当然对于水池专业 它的内容呢 比较少 也就是说 从考试可考的点来说呢 也比其他专业要少一些 那么我们一共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它的这个工程结构与特点 第二个呢 就是挤水排水厂战的工程施工 从安利的角度讲 那么它的工程施工呢 是我们要掌握的重点 前面呢 关于挤排水厂战的一个工程结构与特点呢 这块内容主要是考这个什么呢 选择题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它的基本的构成 以及它的特点啊 一共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呢 就是厂战的结构与施工方法的介绍 那么这里边包括我们有一个厂战啊 它包括哪些部分 细节的有哪些类型的水池啊 那么再就是呢 对于它的施工的方法的介绍 是全线交的 是单元组合式的 是装配式的 还是什么 我们的沉井式的是吧 当然我们到了后边的啊 第二部分呢 它会对于我们的现交水池啊 装备水池的一些细节内容呢 做更多的介绍 当然了 我们还有集水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啊 这块内容呢 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施政工程呢 关系不太大 但是对于我们了解一个水厂 它在进行这个自来水的处理 以及污水的处理的时候呢 它是如何进行的 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啊 当然这一块呢 肯定是考选择题啊 对于我们后边和我们后边的实际的这个工程的施工的关系呢 不是特别大 当然第三块呢 就是我们的试运型啊 试运型呢 这个在过去考的比较少啊 大概17年之前 基本上一分没考过啊 17年呢 一件二件分别考了一道选择题 然后呢 近期呢 我们又考过一次啊 但是从考试频率上讲 这一幕内容呢 考试的频率呢 非常低的啊 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PPT上涉及到的内容啊 大家呢 多关注一点 也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4011厂战工程的结构与施工方法啊 一个集水工程啊 一个水厂是不是啊 它包含哪些构筑物啊 这是第一个考点啊 也就是说 我们有水处理构筑物 包括集水的污水的是吧 当然我们看我们是自来水厂啊 还是污水处理厂啊 第二个呢 就是他在这个各种的集水污水的构筑物中间 还有一些工艺辅助的构筑物啊 那么再就是呢 辅助建筑物啊 像辅助建筑物呢 它有生产的 有生活的啊 这样两大块 其实我们后边看细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产和生活的呢 也都不难掌握啊 很好分辨 那么再就是配套工程啊 那配套工程呢 包括道路了 绿化了 照明了 当然我们有一些约束条件啊 后边我们一会儿再看 还有就是工艺管线 将各个工程物 把它连接在一起的一些管路 是吧 为什么我们在沉井呢 或者是修筑我们的这个 用仙交法修筑一些这个地下的构筑物的时候呢 它上面有一些预留孔洞 预留孔洞的位置啊 是非常重要的啊 主要原因呢 就是它要和相应的工艺管线进行对接啊 那么如果是你修的有所偏差啊 比如沉井超沉了 或者是我们的沉井过程中发生了偏斜了 那我们上面预留着孔洞和周围的管路 无法进行正常对接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工程的顺利进行啊 但下面呢就是一个这个水处理厂站的一个示意图啊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后边呢就是我们这个表啊 这个表中的内容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作为一个重点把握啊 当然作为重点把握呢 因为它只考选择题 所以说是不是需要我们每天都要去背这些东西呢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呃 这个做这样做 那么我呢先给大家对于这个表格中的内容啊 哪些需要记 哪些啊一带而过 或者哪些呢 用什么方法去记呢 呃做一个这个呃推导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我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 你对这个表呢进行一个呃 全面的把握啊 当然我们要背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是考前的时候呢 强化一下啊 为啥呢 因为这个表呢 是要这几年啊 几乎每年都会出题啊 虽然是一道选择题啊 但是如果是我们知道这个表出题 你最后又不认真的复习 丢掉这一份 其实也比较可惜的啊 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表 我们到底从哪个角度去掌握它 当然我们会对一些 不需要大家去花时间去背的地方呢 进行一些怎么样啊 删除 也就是说把这个表的尽量的简化 或者是呢 我们要找出复习或者是掌握的重点啊 这是我们复习这个表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首先呢 我们先从下网上去看啊 第一个叫公益管线 那对公益管线来说 你会发现所有的管线都是公益管线 那你需要背吗 只要在背景中出现了呃管线的问题 这个选项怎么样 它都属于公益管线的类型啊 那让它考你公益管线啊 下边出来各种的管 你往上套就行了 如果不是管 那就不是啊 这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公益管线不要背啊 那配套工程呢 我们刚才说了 什么道路了 绿化了 照明了 是吧 当然我们这里边啊 注意它的修饰词 厂内道路啊 这个厂区外边的门口的道路算不算呢 不算啊 一定是厂内的道路 还有就是厂区的什么 集水排水照明和绿化啊 出了这个厂区 实际上就不属于我们的这个水厂的一些构筑物啊 当然出了这个厂区 依然可能还属于我们什么 我们的这个施政工程啊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如果问到一个水处理厂站的 它的配套工程的话 一定看到它的前面的修饰词叫厂内和厂区啊 这样就比较好掌握了啊 所以说这个呢 掌握起来也并不复杂 那么再往上呢 就是辅助建筑物啊 大家注意啊 辅助建筑物呢 它包括包括生产的和生活的是吧 那生活的呢 很好看啊 综合办公楼 食堂 浴室 职工宿舍 哎 你的住的地方啊 你的吃饭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啊 你办公的地方 这都属于生活的辅助性的建筑物 那生产性的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的前面的 讲到的啊 集水排水啊 它的工程呢 或者是反应过程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建筑物啊 那比方说我们的建筑厂房啊 古风机房 污泥脱水机房 发电机房 变配电 设备房 然后什么化验室 控制室啊 仓库 杀料厂等等 这都属于生产的 那当然这里边呢 给大家标了一些黄色的 那是各种的房 这房呢 实际上就是和上面呢 有几个稍微区别一下 你看我们的集水里边 有一个叫什么 取水泵房啊 污水里边呢 有一个进水泵房 哎 那么取水泵房和进水泵房 我们又怎么去这个区分呢 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取水什么 带有主动性 也说我需要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水怎么样 抽过来啊 有我们的取水泵啊 把它抽过来 而进水呢 大家注意啊 是带有被动性 也就是说我们产生的污水流过来了 你说你现在你先别进来啊 你在外边待一会儿 待一会儿往哪流啊 对不对 所以说带有一定的被动性 也就是说 我们的取水呢 带有一定的主动性 而我们的进水呢 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啊 当然我们说 为什么要这样去理解呢 其实就是帮助大家记住啊 我这个房到底属于谁啊 那么再就是呢 我们的工艺辅助啊 雇助物啊 工艺辅助雇助物呢啊 当然它不是直接参与什么 我们的水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啊 但是呢 它在这个整个的处理的 这个结构当中呢 又不一步可少 是吧 就像我们的走到的平台 提到啊 设备基础 导流墙啊 或导流槽 还有下边呢 我们的管廊桥架啊 各种的闸槽 水槽 宴口 穿孔和孔孔等啊 也就涉及到槽 哎 涉及到什么 管廊桥架啊 涉及到孔 孔 这都属于什么 工艺辅助雇助物啊 当然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 有一个叫工艺井啊 那么工艺井呢 它又包括西水井 卸空井和 浮渣井啊 那么这个井呢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和上面呢 你看会发现 积水和污水里边 也有一大堆的井 啊 像我们的积水里边有 呃 调流阀井啊 像什么配水井 还有就是 混合井啊 那么对于污水 处理工艺物里边 还有什么 我们的污水 进水杂井 还有就是配水井啊 杂井等等啊 就这些井呢 大家稍微的关注一下 能够区分开 也就可以了啊 那么 最后呢 就是水处理工厨物啊 水处理工厨物呢 分成了两大类 积水的和污水的 这个呢 是绝对的重点啊 也就是说 我们考试的 大概率事件呢 会考到这个 水处理工厨物啊 那当然水处理工厨物里边呢 污水和积水里边 你看啊 有一个沉淀池啊 那么我们到后边呢 会学到啊 这个积水里边有一个 叫常规的处理流程 叫混凝沉淀过滤消毒 那也就是说 混凝沉淀池 一定是积水的啊 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么除了混凝沉淀池之外 你看其他的 像我们的初沉池 二沉池 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污水处理工厨物 啊 这是一个容易搞混的点啊 其实呢 也并不难搞 并不难掌握啊 比如说 混凝沉淀池 本身混凝沉淀 就是积水的一个 经典处理过程 是吧 那混凝沉淀池 就是积水 那对于我们的 积水和污水来说呢 大家在记的时候呢 你说哎呀 这么多 我也背不过 是不是啊 那么好 我们就把重点呢 放在什么 污水处理工厨物的 一个记忆上 啊 你像我们到后边呢 呃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啊 到了我们的 污水处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涉及到什么 沉沙尺 是吧 沙子往下沉的 再就是呢 铺气池啊 生物处理方法 调节池 什么生物啊 反应池 然后还有呢 就是氧化钩啊 消化池啊 对于消化池呢 后边我们还专门 有相应的一点介绍 是不是 软型的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 进行一个 无疑的处理啊 还有呢 就是计量头 等等啊 但这里边呢 你看什么氧化钩啊 铺气池啊 还有消化池啊 这些池呢 在我们的后边呢 都会有相应的介绍 那也就是说 你记的时候呢 其实结合后边内容 再去掌握的时候 掌握的时候呢 是比较简单的啊 当然对于我们的 集水里边呢 我们有典型的 叫什么 清水池啊 这个大家得要注意 一个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的水池呢 大部分是没有顶板的 只有少数的有顶板啊 大概80%的是没有顶板 只有大概不到20%呢 有顶板 而这里边呢 有顶板的水池里边呢 比较典型的 集水里边的清水池啊 为什么清水池是有顶板的呢 很好理解 是吧 因为我们将来这个清水池里边 盛的是什么 吃的是我们处理完了以后 准备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我们喝的自来水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清水池上面没有盖啊 那就很尴尬了 是吧 刮风的时候呢 土啊 什么树叶子都会进来 好不容易把它处理干净了 又被污染了啊 那么对于污水里边呢 对典型的叫谁呢 叫消化池啊 消化池呢 要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啊 它不但要做满水实验 它还要做气密实验 因为它在里边呢 是做一个什么 污泥的一个处理啊 需要呢 封闭 而且呢 里边还有一定的温度啊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这个表呢 大家从这几个角度去这个 看一看啊 当然建议大家呢 考前的时候啊 考试之前啊 大家就现在就可以记住啊 考前的时候 把这个表一定好好看一看 按照我跟你讲的这个思路啊 去把握啊 当然你说 哎 我就愿意把整个表全背下来 那我也不反对 但是呢 哎 能不背的尽量还是别背啊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就是把我们该掌握的 因为选择题最核心的就是要素 就是什么 能够区分开就行了啊 当然这里边呢 如果考单选题相对难度要低一些 如果考到一个多选题的话 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多选题的原则 硬缺乌滥的原则呢 进行一个解答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固住物它的结构形式与特点啊 首先呢 说一下水出的固住物啊 它的结构形式啊 与特点是吧 首先呢 是地下 搬地下 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池 基本上都在什么 都在我们的地下 至少埋着一部分啊 这叫地下 搬地下 那么在地下呢 有个好处是吧 内部有水 外部有土啊 那么我们用周围的土呢 来平衡内部的水的压力啊 这样对于我们的结构呢 啊 至少我们说 从我们的整个的 水池的构成来说 就可以做的比薄一些啊 一般我们的比呢 都是600到800啊 那么我们会涉及到一个大体积啊 混凝土的问题啊 经常有合作学员呢 就感觉哎 一个水池很大 所以它水池的混凝土的方量很大 所以说它就是大体积混凝土的 不是啊 那么我们的大体积混凝土呢 大家注意 它的基本定义是什么 就比方说 我们说这是一个啊 混凝土是吧 最小的尺碎啊 长环高 最小的尺碎呢 也要 大于一米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水池 为什么不是大体积呢 因为它的壁比较薄 很少有水池呢 它的壁厚是超过一米的啊 它只有600到800之间啊 所以说呢 它叫薄壁构件啊 当然薄壁是相比的 是不是啊 600到800也是够厚的了 但是相较于它的整个的水池的这个体积来说呢 它是比较薄的 然后呢 因为它受大的侧向力的挤压 所以说呢 一定要多配钢筋啊 还有呢 就是 当然水池呢 有抗肾的要求啊 形成一个整体啊 这是它的这个叫八字的这个特点 叫薄壁多筋抗肾整体 然后呢 对于工艺辅助啊 建筑物啊 它的特点呢 很好掌握薄壁 然后呢 结构尺寸呢 要求精确 为什么呢 因为工艺辅助雇筑物呢 将来都要和我们的啊 几排水购注物呢 要进行一个联解啊 就是对于它的位置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就是说我们的水池是不能随便动的啊 当你和它相接的东西 那你就要位置就要和它对接起来 那么对于管线来说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们用到的是水流动啊 性能好 然后呢 抗腐蚀性高啊 抗地层变位性好的啊 这个所谓的PE管 球末铸铁管啊 像水流动性好 水在里边流呢 尽量不要什么呀 影响它的这个流动的速率啊 因为比方说我们的污水 如果流速过低的话 会造成里边含有的杂物 沉积到我们的这个管壁上 造成堵塞 还有呢 就是抗腐蚀性高 是不是啊 那我们的水 不管是出来的水 还是这个排的污水 是吧 都多少带有一点点什么腐蚀性 或者是有的腐蚀性还挺高 是不是啊 特别是一些污水 是吧 那当然对于管道呢 我们希望寿命长的话 它的抗腐蚀性能也要高 还有呢 就是抗地层变位性好 这个点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也多次讲到的 我们的这个地下工程啊 在施工过程中啊 有一个对于周围环境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就是啊 尽量的减少 对于地下管线的影响 那地下管线的沉降变形啊 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监测方向 当然对于我们的管道自身来说 我们提高它这些性能呢 当然对于我们保护管道是有利的 而且对于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啊 他说是呃 工艺管线的特点 是不是吧 是什么啊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所谓的特点 可以把它翻译为叫优点啊 也就是整个对于我们整个的教材里边 涉及到一些新的材料啊 新的工法啊 新的一些工艺等等 它呢 都会涉及到一个特点的问题啊 那特点呢 你会发现呢 基本上讲的都是优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只要在教材中 单独进行介绍的一些 新材料新工法 都是要推广的 那我们要推广 自然说它的好处啊 不能找它的一堆的毛病 是不是啊 所以说如果假设考到这样的类型的题啊 为你一个工法或者一个材料它的特点的时候呢 你把它翻译为优点啊 其实优点呢 有的时候你说我教材的内容 记得并不那么准确和详细 但是呢 有了这样的一个什么答题的思路 那实际上你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选出来 比方公益复杂 是不是啊 那就是缺点 公益简单 那就是优点啊 那么抗变形能力强 那都是这个优点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说 呃 对于特点这个类型的啊 在考试的时候 考选择题的时候呢 我们答题的一个重要的思路 那我们看一个题目啊 现交施工水处理构筑物的构造特点有什么 那马上想起来什么 地下半地下啊 薄壁多金抗肾整体啊 这样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首先看啊 断面较薄 明显的没问题是吧 符合薄壁的啊 那么配金率低 错了 多金啊 因为配金率较高才对是吧 抗生要求高 那当然是对的 整体性高 对的是吧 满水实验为主要的功能性实验啊 这句话本身没问题 但是不符合提议 注意啊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也有这样的类型的题 就是实际上呢 这句话本身没问题 但是他和题干呢 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答非所问啊 他和我们说 直接说一个错误的这个选项 还不一样啊 这种题目呢 实际上有时候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就是你 当你对于我们说 具体体干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掌握的不是特别准确的话 会对于一些选项中 一些正确的选项 被他所迷惑啊 你就不知道 到底这个该选还是不该选啊 你要知道啊 我们现要水师的是构造特点 和满水实验 没啥关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呢 也不选啊 所以答案呢 就是ACD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顾诸物以他的施工方法 那么施工的方法呢 有很多种 是吧 我们有这个线胶的 线胶的又全线胶的 单元组合线胶的 还有这个装配式的 那么还有沉井施工 当然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糖 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看 全线胶混凝图施工 啊就整体啊 我们绑钢筋织模板 胶筑混凝土啊 施加于硬币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 混凝图呢 采取的是现胶混凝图的 施工方式 是吧 那当然我们也根据这个 尺体的这个结构啊 我们也可以 把分段 分层连续进行啊 当然分段 分层连续进行 它的暗含的意思是连续 那连续的时候 就是什么啊 混凝图交出 出境之前 胶筑完上一层 是吧 那么胶筑层的高度呢 应根据结构特点啊 钢筋的这个疏密呢 呃 来进行决定 是吧 那我如果采用振动棒啊 大家注意啊 振动棒就是一个振动棒 插到我们的混凝图当中 它插的呢 相对比较深啊 那么我们用振动棒 进行振导的时候呢 我们每层啊 它的厚度呢 是有要求的 注意啊 混凝图分层振导 最大厚度 小微等于振动器 作用部分的长度的 1.25倍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振动器呢 它有个 作用部位啊 那么它振动的时候呢 它当然它这个力呢 会向周围传导 所以说 范围呢 是可以扩大一些 就是它这个长度的 1.25倍 但是注意啊 最大不超过 500毫米啊 这是振动棒啊 振动棒用插到内部去 振导的话呢 可以厚度厚一些 如果是用平板 振动器进行振导的话 那它的这个振动能力 就弱多了 它只在表皮上进行振动的话 那它的每层的厚度 不能超过200啊 就薄了很多 当然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啊 它说呢 这个每一层是多少 只是说我们 交注的时候 交注完200 在这个出镜之前 再交注200 这样一层 它依然是连续交注的 一个概念啊 这个条要清楚啊 那如果是 振着式振动器啊 振动的时候呢 它是振动的 振着在 振动器 振着在我们一个 某一个部件上啊 通过这个部件 传递我们的振导力 这个时候 振着式振动器 振导的时候呢 我们最大厚度 要根据 振着振动器的设置方式 通过实验来确定啊 因为它传递 寄生力的这个性质呢 不太一样啊 我们要给你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 那么对于我们的 现胶混凝土的 配合比 强度 抗肾 抗动 等这些性能 要符合设置要求 实际上它就是什么 对于现胶水池来说 它有这样一系列的 施工要求 就是配合比 强度 抗肾 和抗动 表面啊 不得有漏筋 是吧 前面我们也说了 怎么漏筋啊 哎 电块掉了 电块绑扎不牢 是吧 那么就可能发生漏筋 还有风光麻面啊 如果是我们的 接口的地方啊 没有密封好 那么发生着漏浆 出现风光麻面啊 或者是我们表面呢 呃 没有涂刷 毛板的表面 没有涂刷隔离剂啊 也会造成风光麻面 它就要孔洞 夹渣 疏松 这都是一些表面缺陷啊 这些呢 都是不允许的啊 那么还要做到 颜色一致啊 照着好看啊 棱角分明 规则体现 外光 内实的结构特点啊 就是内部啊 震倒密实 外边呢 还要好看 那么我们说 水出的构筑物中 圆柱形的混凝土 尺体的结构啊 如果尺壁比较高的话啊 你看他说 到12到18米的时候呢 我们一采用 整体现胶施工啊 就是这种情况下 哎 整体现胶施工 那么我们在进行 整体现胶施工的时候 就涉及到 模板支架的问题 是吧 那我们的制模方式呢 有两种啊 满塘制模法 当然满塘制模法呢 这个大家不冒生 因为我在桥梁里边呢 都看到过啊 还有呢 就是华生模板法啊 这是一个 华生模板的一个示意图 是吧 那华生模板呢 实际上它是 我们沿着混凝土 胶住一段啊 然后呢 把这个模板呢 向上啊 抬升一段啊 当然在我们的底胶段上 有一些预埋件 来做一个支撑的构件啊 使我们的模板呢 来沿着两侧 一步步的往上爬升啊 就是做一段爬升一段 做一段爬升一段啊 我们的模板呢 实际上是随着结构的 这个向上的一个延伸呢 来随着它往上走啊 这个也是大概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不可能啊 我们市政专业 不太可能考这种 特别什么 另类的这个模板方式 就华生模板法啊 呃 我们考试呢 基本上都是考什么 我们最基础的 在桥梁里边学到的 模板支架的相关的知识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 对于我们的满堂支架法 一般啊 它是模板和支架 用量大 而我们的后者 就是华生模板法是什么 高度不小于15米 是才使用啊 如果是高超过15米了 你直接用满堂支架法 搭设的高度就太大了啊 虽然说不见得不行 但是第一个 用量比较大 第二个呢 也是危险性 随着搭设的高度增加 危险性也会提高啊 那么污水里边 有一个叫卵型消化池 大家看这个啊 一个卵型的啊 跟个大鸭蛋一样的 那么它这里边呢 要设什么呢 无链接运滴机啊 然后呢 曲面异形大模板 这个很好理解是吧 它本来就是什么 一个不规则形状 对不对啊 那么当然我们的模板呢 也随着它 做出这样的一个形状来 那么消化池 钢筋混凝土 主体外表面 还要做保温和外湿面的保护 当然注意啊 我们的消化池是干什么的 进行污泥处理的 污泥呢 它在处理的过程中 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啊 那么当然我们外部呢 就要做一个什么呢 保温 而且我们的消化池呢 除了做将来后边说到的 满水实验之外呢 还要做气面性实验啊 因为它在污泥处理的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 这个有毒气体 是不是啊 那么会往外 这个泄露的话 那么会污染环境啊 就是这个呢 要注意啊 这是卵型消化池啊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单元组合线 叫混凝土啊 单元组合呢 实际上就是把它分成了 一块一块的啊 当然我们对于单元组合式的呢 一般是在沉沙池 生物反应池 清水池的大型池体 因为大型池体在成型过程中呢 它要考虑一个 就是开裂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说 对于这个单元组合式的 我们本身分成了两类 一类呢 叫圆形水池 一类呢 叫举形水池啊 那么圆形水池啊 你会发现 看下边这个图 它的池壁怎么样 就是分成了一块块的 中间用变形缝把它分开了 底板也是分成了一块块的 扇形的底板 那么我们的举形水池 它的这个所谓的单元组合线胶呢 是指的中间是什么 后胶带啊 也就是它胶住的过程中呢 是中间有有断开啊 通过断开的这个部位呢 来实现什么 它的一个抗渗的处理啊 那当然我们说对于大型的池体来说啊 那么仪采用是单元组合式 现交水池啊 那么池体呢 有相类似的底板和尺壁板块 单元组合而成啊 那我们看一下圆形储水池的 这个单元组合式的 你看啊 我们的池体是什么 有扇形底板单元和我们的倒梯形的啊 臂板单元 什么叫倒梯形啊 你看这是池壁啊 这个是个倒梯形的 这是池壁 这下边有一部分呢 端在了我们的底板下边去了 而我们底板呢 就是大家看是扇形的啊 当然我们说你把它做成了一块一块的 它难道不渗水吗 当然不可能就这样放在这啊 那么怎么处理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单元组合式的底板之间要有什么 锯路以西胶泥啊 进行嵌缝啊 这些地方呢 锯路以西胶泥 那么B板单元之间的啊 这个变形缝啊 我们用橡胶纸水带啊 那后边呢 会专门讲到橡胶纸水带 也就是说 我们的底板用锯路以西胶泥防水 而我们的持壁呢 是用橡胶纸水带来进行纸水 当然我们注意啊 像这种的单元组合式的 一般不设顶板啊 我们的水池呢 本身就有两种 一个种叫带顶板的 一种是不带顶板的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水池实际上80%的都没有顶板啊 有顶板的永远是少数啊 而我们最典型的有顶板的水池呢 一个是清水池啊 一个是消化池 当然说有顶板和无顶板 对我们的学习有什么影响吗 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就在于啊 我们的满水实验 是否考虑蒸发量测地啊 这就是它的区别 当然我们的有顶盖水池 就不要考虑什么 蒸发量了啊 它蒸发不出去 是吧 而无顶盖的水池呢 是要考虑蒸发量的啊 这是它两者之间呢 呃 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啊 当然其他的没啥区别啊 当然我们说有顶板和无顶板呢 后边我们会学到它的施工的方法 施工的方法还是有区别的啊 就到后边我们再给大家讲啊 就记住啊 我们的水池是大部分是无顶板啊 只有少部分是有顶板 那么这个呢 结构呢 可以有效的防止什么 因为它的大型的磁体 混音图在成型的过程中 是不是啊 由于水分的散湿 温度的变化会发生开裂 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块块的 就等于实际上就把我们的混音图 进行了一个什么分块分工啊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出现裂缝啊 这就为什么要做成单元组合式的啊 当然对于举行水池 我们注意用到的是什么 就所谓的后胶带啊 后胶带这个知识呢 我们可以考水池 那就举行水池 也可以考我们地铁车站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后胶带呢 一般是在水池是在0.6到1米之间 而我们的车站呢 是0.8到1米之间啊 当然这个呢 是我们规范的规定啊 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也可能什么 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啊 我们曾经考过啊 车站呢 它是设了2米的一个叫后胶带 那对于后胶带来说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因为它是在施工的过程中 是不是啊 我们先把这个 钢筋完全 就大家看啊 钢筋是一体绑扎的啊 但是呢 钢筋绑扎完以后呢 并不是把混音图全部都怎么样 一起的胶筑完 而是呢 中间呢 都留下一段啊 你看这个是全通的啊 留下一段 这边也留下一段 分成了一 整个的混音图分成了一块一块 那我们先这样胶筑的时候 一块块的胶 胶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再将我们中间这个 填封的混音图 把它填上去 这个填封的混音图 就是我们说的叫 后胶带啊 当然后胶带呢 注意啊 我们什么时候交它呢 当然是希望混音图啊 完全成型以后 因为体积变小了以后 它在收缩啊 因为两侧呢 混音图没有收到约束的时候呢 收缩成型的过程中 就会发生开裂 那我们到两侧的混音图啊 大家注意要充分的收缩以后啊 一般呢 是在42天以后啊 我们才怎么样 把这个中间的混音图呢 把它交住起来啊 那当然我们注意啊 我们说了这个钢筋呢 是一次绑扎完的啊 呃 在这个凤带处呢 不切断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什么 拱形桥有个间隔槽 对吧 间隔槽里边说的是什么 我们的钢筋不能是通常的 它在这个间隔槽这地方是断开的 哎 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了 虽然都是填封混音图 包括我们的这个 和龙是不是 和龙肯定钢筋不是连为一体的 然后最后连接为一体啊 这个地方呢 就不太一样啊 这个地方是 虽然这个缝里边的混音图没有填 但是钢筋是和其他部分是什么 是一体的 那当然我们要往里填混音图的话 什么时候填呢 当然是缝最宽的时候啊 那是气位最低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往里边填啊 因为缝最宽的时候 将来温度上升的话 它会怎么样 这个板收热以后一身长 缝变窄的时候 它实际上对中间的混音图 起到一个挤压的作用 而且大家注意 我们用到的混音图有什么 因为我们非常熟悉的 叫补偿收缩混音图 也叫微膨胀混音图 而且要求提高一个等级啊 因为我们整个的填缝这个混音图呢 收温度的变化挤压的时候呢 承受的力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混音图的强度 要提高一个等级啊 当然这里边呢 后边还有养护啊 那实际上这个缝的养护呢 我们在车站和水池呢 又不一样啊 车站是28天啊 水池呢是14天啊 这个呢 包括像这个宽度 这都是规范上的细节变化啊 其实呢 说实话啊 实际施工中呢 大家没有必要把这个看得太重啊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能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护胶缝啊 也叫护胶带 今天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太明天的 要是我们的护胶带 我们可以看得太明天的 我们的掌握一下 这些讯则是在更 bachelor的